欢迎收听金茂航海王 用声音带你跨越地平线 探索世界大小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茂航海王 我是不住海边的海边海伦 我是维基不百科的维基VG 今天是我们一国知识系列的首播 猜猜是哪一国啊 刚刚开场音乐 海边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脖子会莫名其妙跟着节奏一起扭动呢 真的,让我想来点坦都烤鸡、甩饼 还有香料奶茶 大家猜到了吗 今天的主题就是印度这个神秘的国家 为了这一集呢 我们特别邀请了重量级来宾哦 没错,如果有未来想要去印度发展 或者是旅游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真的要锁定我们的印度计划 让我们一起在疫情期间为未来做准备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 邀请外派印度五年 今年1月刚回到台湾的 冒邪印度万事通Chris 欢迎 谢谢大家,我是Chris 我叫李世勋 谢谢两位主持人 Namaste 可以请Chris先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一点认识你 好的,我在外贸协会服务超过十年的时间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大概五年前的时候外派印度 住外的地点是在印度的南部大城清奈 他是印度的第四大城 未来大家到南印度去拓销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忘了我们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多多跟我们联系 谢谢世勋 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刚才我听到VG他说了Namaste 之前我有听说Namaste是在印度可以打天下的一个字 这是真的吗? 是的,Namaste这个是我们说印度最主要的一个地方语言叫做Hindi 那Hindi呢,在我们北方还有西方、东方打遍天下 当然我们知道全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 但是在我们驻地,清奈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Hindi它是从Sanskrit,就是梵语衍生下来 但是我们南印的像我驻地清奈呢 它是属于塔米尔州 塔米尔州的塔米尔语呢 它也有2000年的历史 所以它是现在列入联合国的一个叫古典语言 小朋友现在呢,在学习塔米尔语呢 还是在运用1000年前的这个方法来学习字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语言 所以我在我们南印度的塔米尔州 还有另外一个打招呼的字叫做Vanagam 塔米尔州或南部各州 讲Vanagam也可以通 Chris,你在印度这五年 有没有交到很多的印度朋友啊? 我想很多很多人都有去印度旅游的经验 印度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的 在南部清奈呢,在街上几乎看不到外国人 因为大部分的外国人都是在乡下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印是制造业的重症 像汽车业啦,还有塑胶机啊,工具机啊 这些在我们南印、清奈都有 但是这些主要在生产这些产品的外国人都是在乡下 外国人因为这么稀少 所以印度人看到我们就眼睛会亮起来 那他们最习惯的就是来拉你过来跟他们合照 然后贴在他们的Twitter啦 然后贴在Facebook上面啊 或者用WhatsApp传啊 我们跟外国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集 生命中有这个,本来是平行线 现在有交叉线了 对他们来讲呢,跟外国人一个互动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下面也很容易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所以我们也不管是工作上或是私人上 也交到不少朋友 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不会主动要求握手嘛 大家都是挥挥手嘛 你会怎么建议呢 我想就像我们刚开始打招呼的时候一样 印度人打招呼的时候 其实讲Vanagam已经很好 比如说Tamiya语有Van Day Maragam 早安、午安、晚安这样讲 然后点个头也可以 然后假如你见的是政治人物啦 或是商界大佬啊 我们可以用两手核实 两手核实嘛,要放在胸口 对,然后我是听到说 比如说也是做商人 或者是制造业 或者是这个你是政治人物的话 胸口平放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穆迪常常在电视上演讲的时候 他的Namaste都是举到每一间 很多印度政治人物也是举到每一间 这个也是就是他非常尊重他的选民 尊重他的民众 所以把他举高一点 那一般平常人我刚刚也有讲喔 大概举在胸口前面就已经很够了 那如果我要到印度开商务的会议 我在开会前我就可以跟对方的同仁说Namaste 然后双手核实举到鼻子 很好很好很好 我觉得因为印度人其实蛮焦虑的我觉得 他的焦虑就是有点担心你到了我们国家来 不懂我们的文化 有时候会是期待又怕受伤害 所以他看到你用这个方式让他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听众朋友们有听到了吗 这一点要笔记喔 那Chris因为像台湾呢 常常饮食的部分呢 就有南北大不同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印度这方面 南北也会差很大吗 是的 大家知道这个因为国土大 气候就有很大的差别 那像我们北印呢 有时候酷热 有时候酷寒 德里啊 这些地方有时候冬天 会冷到这个四度五度这样子 我们南印是四季如像 你到了青奈来 一般外一般印度人会问你 你觉得我们青奈的天气怎么样啊 其实标准的回答就是就是这个三种天气 Hot Hotter Hottest 天气呢就有 呃其实就是热 那因为热的关系呢 所以饮食的习惯就比较有有差别 但是饮食习惯差别不代表他的食物生产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觉得从北印到南印 卖的菜几乎都一模一样 就是全部都是可以煮马沙拉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咖喱 或者是他的品种呢就是那几种 红萝卜白萝卜茄子 茄子有很多种 圆的小的大的就四五种 然后番茄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圆的 然后一种是比较有凹凸凸凸的品 像这种就是他们的菜从南到北呢 其实果菜市场都卖的一样的菜 但是就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饼 然后南方人比较喜欢吃饭 在南印生活的消费呢低到一个什么程度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 一般四口之家 三百块卤比可以吃一个礼拜 为什么那么便宜 第一个米很便宜 所以我们南印呢 讲实话可能比较穷一点 所以吃饭的人比较多 那吃饭呢很简单就是 你把你煮一些gravy 煮一些马沙拉 然后配饭 就像我们台湾四五十年前一样 都是吃饭为主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就是 印度现在有十三亿八千万人口 要养活这么多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大家都吃饱 这真的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印度的食物里面有很多健康的成分 而且他说这个印度的叫做阿玉废陀的这个药 很多都是从食物里面 食品里面萃取出来的成分 比如说姜黄 葱 这是洋葱 洋葱在印度是一个非常宝贝宝贝的东西 洋葱也是印度出口食品里面 他们基本上食品是不准出口的 很特别 尤其是加工食品 几乎没有在做出口的 全部都是内销 那外销的部分呢 只有国内生产有剩余的时候 他才准你外销 洋葱出口其实是每年有些 有些我们台湾的货运业者呢 在那边Forda或是Fredder 他本身要做生意的时候 他要看当年的四季的洋葱价格 这是很重要的指标 第一季 要是洋葱卖得好 哎呀 今年我们的生意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洋葱出口是印度非常大宗的一个出口之一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到印度 那你会建议他们去路边摊还是到餐厅会比较好 我个人的这种建议的话呢 假如说是去旅游的话是另当别论 但是因为我们去那边有一些任务要做的话 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 我是建议不要吃路边摊 我最近听说我有一位朋友去看病 肚子常常痛 他已经在印度也是住了好几年 医生怎么跟他讲 他说你这个结肠发炎 是因为你吃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才会发炎 所以既然要避免这样的风险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像路边身影的东西还是不要喝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尝试 就是我们说Masalati 印度奶茶 就是拉茶这一块 印度人喝茶呢 是要喝得非常非常热的 越烫嘴越好 它是有两个小杯子嘛 在那边倒一倒去对不对 然后最后小杯子呢 是在大杯子里面 你就端着大杯子 这样就不会烫到手 但是那个小杯子是非常烫的 所以你喝的时候要吹一吹 这个是可以喝的 这个很卫生 我从南到北都在喝这个 目前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除此以外像 因为你会觉得说 哎呀你也想太多了 这些水果嘛 到处是一样 怎么打出来会有问题呢 其实问题可能不是在水果 是在那杯子 大家看到那个杯子呢 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洗的 所以你要喝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 那另外在路边 它还有一些 可能还是因为它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你要先考虑一下 你的肚子能不能承受 万一它很辛辣 你不吃它又觉得很浪费 吃下去以后又很尴尬 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印度路上是没有厕所的 重点是说公厕也是有 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好找 你可以试着再用Google Map 打Public Toilet 说不定是可以找得到 我有试着找过 说到这个小费 这也是一个很多 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也是很好奇的 因为我们在欧美国家待久了 假如出差或者是旅游 或者是住宿久了以后 手头都很大方 一下子一块美金就丢出去了 但是这个像这个金额 在印度是算太多 你给它美金会造成它困扰 因为它拿了以后它没办法换 厂商朋友你要去印度经商的时候 他也常常要跟你付卢比 这是我们厂商有时会碰到的一个难题 因为卢比换成美金呢 你要是没有那个水单的话 你很难拿到好汇率 为什么 因为你通常跟这个 Money Changer换的时候 你会拿到一个水单 就算有一张纸上面会写 你换多少钱 有多少汇率 通常你可以回到那里去 把这钱换回来美金 讲到换钱这件事呢 最重要的是 印度是一个普遍收线的国家 它的交易也97%都是使用现金交易 所以你换了钱以后呢 拿到卢比 不管是搭计程车 搭三轮车 或者是付小费 其实都比较方便 那印度人也比较习惯收线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们先谢谢Chris的分享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一集的专访就先到这边 下一集的异国知识系列 让我们再继续听Chris的超实用商务资讯哦 谢谢Chris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等等 海边 话说最近冒险 有没有印度相关的活动啊 对耶 还好VG你提醒我了 我差点忘了南亚的年度大团 2021年还孟加拉线上拓销团 6月29日到7月1日 让帽鞋带你从家里拓销南亚市场 在家就能跟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买主 进行一对一下谈 订单满满又省时省市省成本哦 详情请上网查询 2021年还孟加拉湾线上拓销团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印度市场 欢迎参考经贸透视双周刊第540期 看印度如何转型启动国际竞争力 请锁定经贸航海王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到经贸透视脸书粉专留言 告诉我们你想听的异国故事 我们的主持企划团队 都会关注各位的留言哦 我是维基不百科的维基EVG 我是不住海边的海边海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